经常有同学问我的PS5游戏盘是从哪买的这么便宜 而且还是全新正版 是从哪个平台买的 能不能给个店铺或者给个链接 在这我统一说一下 我买游戏盘没有固定平台 也没有固定的店铺 不是不想给是没法给链接 我们以我新买的GT赛车7为例 我是2月2号从某东海外店下的单 港版直游 当时的价格是275-20 实际花费250多 这还是含税的 但是我买的这个产品的链接 它这个价格只存活了两三天 之后我再也没看到过 所以我给了你链接也没用 价格是高的 甚至有的都下价了 至于说为什么这样 我也不知道 有懂的同学给说说 其实全新的游戏盘 很多平台都能买到 我在某多多 某宝 某东 这种大众平台都买过 每次都是 我刚买完 价格就恢复了 价格就高了 以后可能在某个时间点 还会便宜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没再关注过它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便宜的游戏盘 性价比高的 得多花点时间关注 有空就到这些平台去搜搜 特别是放假的时候 经常有促销 我看GT7赛车的那个评论 有人说他年前是花 235买到的GT7 比我的还便宜 但是还有人是花300多买的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想买便宜的东西 就得多付出点时间 如果不想多付出时间 那就多花几十块钱 各位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